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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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传家 有何吩咐啊 传家 我想问你一下 咱们这个船 那什么时候回杭州啊 明日晨时 起船返还杭州 那你看 能不能早点走呢 这个 不能 小的啊 这是每天固定时间开船的 要是提前了 老客户们不知道 岂不误了他们的行程 那 那我跟你商量一下啊 我能不能 今天晚上就在你这船里面 借助一宿啊 这 恐怕有点不太方便哪 这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 大不了到了杭州 我多给你点银子 客官 您误会 小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呀 您要在 我这船舱不是客栈 哎呀 这 什么客栈不客栈的 我就是住一宿 就是打个尖 客官 您 死鬼 怎么还不进来呀 快点嘛 看看 我说啊 您要在这里过夜 不太方便哪 是是是 回家了您 是是 您您 您 您 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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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 你还没有吃饭吗 专门兄 你带郑大人先进去吃饭 大人 我先进去向我们家大人禀报一下 禀报一下 那大人 请吧 大人 您请上座 你们 这是早有准备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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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呀 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 刚要吃这不您来了吗 这不正好 来来来来 您慢坐 我郑某人哪 要不是山穷水溅 这顿饭 我是断不该吃啊 禀报郑大人 小的已经向仙主大人禀报过了 可仙主大人说 既然郑大人您是来暗访的 他就不方便和郑大人见面了 免得惹什么嫌疑 他吩咐小的陪郑大人吃个便饭 吃完了 您要是想留下 在仙牙里可有上等的客房 您要是不便留下的话 张大人 你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二位啊 实不相瞒 在下的钱贷 让人家给偷去了 现在呢 是身无分文 今晚就 就只能斩住在县牙了 明天一早我就走 回杭州 怎么 郑大人明天一早就要回杭州吗 是啊 郑大人您不是来暗访的吗 怎么这么早就要回去啊 敢不是郑大人 你已经完成暗访的任务了吧 二位 我还是真过了 我 我 我就不客气了啊 好 我就不客气了 好 好 好 郑大人 来来来来 大人您坐坐坐 郑大人您是当官的 来了这儿谁跟来了自己家一样 千万别客气 好好好 千万别客气啊 客气客气客气 客气客气 来 走 来 走 走 如何 那郑大人明天一早就回杭州了 不能让他走 让他喝酒拖住他 可郑大人他不喝酒啊 不喝酒也得叫他喝 拖到明天再说 我想办法 好 二位 我已经用好了 就请二位 带我去咱们的客房吧 大人 大人 你坐坐坐 您看 菜您是吃了 可这酒您还没有喝呢 对啊 不不 郑大人啊 不会喝酒 走走走 走走 郑大人 郑大人 您想想 这酒您可能得喝一杯啊 咱们可都是男人 是男人哪有不喝酒的呀 我是断断不能在此喝酒的 张大人 这酒没事满呢 小的先敬你一杯 我 我是真的不能在这儿喝酒 看来这是大人瞧不起咱们几个 也对 咱们只是几个小当差的 哪有资格陪大人喝酒呢 对啊 反正郑大人明天一早就回杭州了 这县主大人也用不着比什么钱 彩权 你就请县主来陪大人喝酒 好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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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我去 我去 我去 不用 不用 既然县主大人已经休息了 咱们就不要去打扰他 那 好 一杯 就一杯 来 请 好 爹 什么事 何顺芳还陪着调查委员喝酒呢 调查委员今天晚上要是摆不平 明儿一回杭州 那是黑是白可就难说了 那怎么办 你把何顺芳找出来跟他商量商量 跟他商量什么 叫他请阮桂金出来帮忙 我明白了 爹 这就去 阮桂金要是再摆不平你调查委员 那就没谁能摆平了 我看你调查委员也不是个吃素的 好酒 来 倒酒 大人 您可不能再喝了 您再喝酒醉了 好酒 就得多喝 没喝够 来 倒酒 这次您要回去的话 您就是正式的指向了 对不对 是这么个脸 二位 二位 二位怎么能干 还都是好人 等我服了证 二位就 就都到我那儿去 好 我聘二位当我的官佐 官佐呀 好酒 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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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倒 来来来来 好人 倒 来来 马上马上 怎么样了 摆平 其实那家伙酒量有限 三杯下去舌头都打了 光灌醉他有什么用 明天早上求醒了 不还是个调查委员 所以说 现在该请老爷子出审了 我们家老爷子出来有什么用 让老爷子趁着他醉酒的时候 跟他摊牌啊 我敢保证 现在咱们说什么 他都能答应 醉酒时认账 行酒时什么都不认 咱们要给他来点 无法挽回的 什么事 何兄你还问我 这事你拿手呀 你现在要请出一个人来 谁 软柜金呀 你想用美人剂 这事最简单 也最有效 而且还是许多人屡试不爽的办法 这是老爷子的意思吗 我们家老爷子什么身份 能享受这种下三滥的主意 这办法 是我刘子瀚想出来的 所有责任由我负责 你不会是舍不得你的红颜知己吧 人家就是吃下饭饭的 我有什么舍不得 再说 再说我为了老爷 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我还在乎一只破鞋啊 老兄 等事成之后 我们家老爷子 一定省不了你的好处 好 好 我现在就去 好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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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这 我这 到了四五年的 前后补的直线 我 现在 做什么事啊 现在 我一 一提起这 后补这两个字 我就 我心 我心啊 现在不一样了 我心 服装的机会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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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机会 我的机会 机 这就是我 服装的机会 机会啊 我的 我的机会 但是您一说好了 别丢了 收好了我 这个得收好 收好 我说 你说 管左啊 我是到到什么地方了这是 大人 这是您家大人 我 我我我我我我家 您家 是我家 对您家 有床 有床 就是我家 我 我 这还是个好婆 这么大个鸟 我连个自我的人都 都没有 大人 我小的赐了你 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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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这不来了吗 郑大人 您看 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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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来了 鸭来了 来 在在在在 大人 您看 啊 大人 奴婢来伺候您 是我的 洋魂 洋魂 在 伺候大人 洗脚 好 洗脚 奴婢遵命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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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你们俩起啊 好 我 我有好丫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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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啊 慢点 这丫鬟 走大人 洗脚 洗脚 这就是把杀人的刀啊 这就是把杀人的刀啊 老爷 咱把他烧了好 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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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明天酒醒了以后 他不会再找前坛 重新采路一份啊 那老爷 您说怎么办呢 爹 大人 怎么样了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们把一切都办妥了 现在他们呀 他 他们这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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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是一个人 还有谁啊 还有 还有我 行知道了 那你们都给我歇着去吧 走了 大人这 何正芳 事成之后 大人我 重重有傻 下去吧 走了 走了 喝酒 谢大人 谢大人 舒服吗 肉丫 舒服 唉呀 有妞 好啊 哈哈哈 雅雅 雅雅 有雅 好啊 大人 今兒晚上要是擺不平這個鄭西高 明天就不知是何結局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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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珊 我 腾婕 酱 好啊 你谁呀 哥 你起那么早干吗呀 哥 哥 哥 慢点 哥 西高兄 他怎么来了 哥 行了 别说话 西高兄 我是刘西桐 起来了吗 怎么不开门呀 我能开门吗 你快点快点 要不 要不 这屋里连个柜子都没人 你让我藏哪呗 这 床底下 床底下 躲躲 我又不是狗 我才不躲 你 这我的姑奶奶 我求求你了 这 别笑了 小点声 啊 西高兄啊 我等一会儿再来看你啊 啊 啊 小 小 快点快点 起 啊 起 快点 穿好了 快点 小点声 快快快 快快 起 我的手势 手 手势 你干什么呀 这这 这 戴不戴 这 急死个人了 这 你说大人 很长时间没有碰女人了吧 这么疯狂 你胡说胡 这这这这这些我都不知道该搁哪了 你赶紧赶紧 你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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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 没事就翻脸 你给我走 我东西掉了 快点走吧你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快走 真喧哪 这 谁啊 我是刘西桐 起来了吗 来了 刘大人 早啊早啊 西高兄 本来想啊叫你多睡会儿呢 可底下人说啊 说你今早还要赶早搬船回杭州 刘某怕你误了行程 想想还是来叫一声好啊 没有 没有忘记赶船的事情 刘大人若是不来 我也就该起了 我我我说西高兄啊 我看着你有点面熟 这脑子 想起来了 中城大人的寿宴上 中城大人的寿宴上 好像见过 对 对 那你我呀 都是去给中城大人暖寿 见过 见过 昨晚上睡得还好 好 好啊 被褥可都是新的 我来看一下 全都是新被褥啊 是 都是新的 软软活活的 昨天给晒的 我昨天啊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连个梦都没做 那好 那就好 西高兄啊 你是奉命来暗访查案的 是是 刘某人觉着吧 最好还是不见美好 可昨儿个他们把西高兄给灌的个明经大罪 那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我想还是过来说声歉一杯好啊 这 说起来我都惭愧 是我没把握 喝多了 不过酒确实是好酒 你看我这喝了这么多酒 一觉醒来 这头也不疼 这是好酒啊好酒 那可是陈年老酒啊 忠诚杨昌俊大人 最爱喝这个酒 我年年给他送 几坛子几坛子的送 知道不知道 我跟杨昌俊杨大人 我们都是湖南同乡 好 杨大人是最重同乡之仪的 你说你说你说我跟你说这个 好不 说得好说得好啊 我记着忠诚大人也是这么说的 那次在忠诚大人的寿宴上 忠诚大人怎么说来着 那叫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忠诚大人就这么说过 对对 那天说的时候你也听到了 我在场 在场啊 好好好 西高雄马上就走了 我也就不打扰了 好 那在下呢 一会儿就自行到运河马头 坐船回杭州了 好好好 西高雄一路顺风 刘大人慢走 刘大人慢走 你这女人你 你怎么就随随便便的 就往这调查委员的房子里面闯呢 男人啊 天生都是戏子 我刚从你这儿出去 你就装得不认识了 我 还演得跟真的似的 我什么时候认识你了 你胡说 我 我从来就没见过你 我出去 出去 你说你不认识我 可我有件东西 那你床上了 东西 这 刘大人 这 什么东西 我有东西 这 这 不好意思啊 都是刚才 你把我吹得太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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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 滚 谁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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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刘大人 我 我不是说您啊 我 我不是说他 谁 这 谁 不 刘大人是谁 刘大人 您 您看这 这 这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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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刘大人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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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这 你可 我多包狠啊 西高兄 什么事 就 就 这 刚才 这事 实不是在下的本意啊 这个女人她 她怎么进到我这房间 我都不知道啊 刘大人 你得替小弟保密啊 西高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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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什么 什么女人 这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保什么命啊 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说我传什么 传什么 这 没什么可传 对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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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坐下说话 坐下说话 来 来 我刘西童不是个小人 绝不会这么做 刘兄 原来你我并不相识 如今一见是相见恨晚的 刘兄 请收小礼拜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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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当 不敢当 西高兄啊 我这有个东西 是你昨天 喝酒的时候掉下的 现在我原不奉还 我衙门里头还有点锁事 就此告辞 你走的时候说不原送 刘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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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 还有话说 还有话说 刘兄 请坐 请坐 请问西高兄有何指教啊 刘兄啊 难道你就不想问问 小弟我此行暗访的调查结果吗 不想问 问了就是难为别人 我刘某人从来不为难别人 告辞了 刘兄 刘兄 请让小弟把话说吧 那请赐教 不敢 不敢 刘兄既然不想问 那小弟 倒有一事要问问刘兄 请讲 小弟此行 受命暗访 那按说 是 是一件很秘密的事情啊 怎么我一到了余航 我就觉得 这刘兄好像知道我郑某人要来 不知道刘兄这消息是从何处而来的呢 没想到 西高兄会提出如此幼稚的问题啊 这 这 这幼稚吗 这 这在我看来 这件事情泄露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啊 刘大人 你 你笑什么呀 西高兄到底仅只是个候补之线呀 那是从来没在官场上问过 你要是连这个问题也想不清楚 那你如何向忠诚大人做查访报告啊 这 这难道不是如实报告啊 就凭你手上的笔录 这可是证人的真实证词啊 刘大人 你怎么又笑了呢 说是西高兄啊 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刘西同事心躯而吓唬你 坦白说啊 你要是按着这份证词 向忠诚大人汇报你的暗访结果 那你的候补转正 就没指望了 刘 刘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这意思你一点都不明白 那你还是自己慢慢地琢磨琢磨吧 不不不不 刘 刘兄 你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可就得给他说完喽 说完喽 是啊 看着忠诚大人的面子 那我就跟你说说 多谢刘兄 刘兄请坐 好 西高兄啊 你知道什么样的暗访报告才能使忠诚大人高兴吗 这忠诚大人说 事实是什么样的 那就是什么样的 那 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像你手中的这份笔录 你手中的这份笔录 它并不是第一份笔录 早在聂司衙门复审的时候 咱们那位断案如神的宽大人手中 就有同样的一份唐神笔录 可咱们暗插使大人上报巡抚大人的时候 维持的还是县府的原判 那份笔录他连一个字都没提 知道为什么吗 这正是小弟百思不得其解之处啊 哎 请刘兄赐教 因为凯大人是个聪明人哪 他无意给巡抚大人惹麻烦 更不想搅动浙江官场 这根千一发而动全身的神经 官场是什么 官场它是一张网 你我都是网上的一个截儿 你连着我我连着你谁也别想超然其外 要是哪个不知深浅的家伙碰了那网上的一个截儿 他整张网都会颤动啊 官场上的聪明人谁也不会去碰他 免得因我扰人哪 刘兄啊 你这一番话那是震聋发聩啊 这 请再继续说下去 这话还要说下去 请讲 请讲 就一句话 您要想把案子翻楼 摘顶子的 就不仅是我刘希同和陈鲁陈大人 还要加上一位 安查时怀和孙 因为宽大人的复审报告还是维持着县府原判哪 说白了 我们现在和宽大人那是荣辱与共啊 你不能为了这一件小案子 把浙江的官场搅得个天分地雾 让寻府大人无法收拾 你要是这么干 那你真的是有望 一举成名了 承希高 我建议啊 我建议西高兄 向寻府大人禀报之前 要想明白想清楚了 做到心中有数啊 心中有数 这话听着二手吗 那就说明同样的意思 不止我刘希同一个人提醒你啊 告辞 好 熟悉熟悉案情 一定要做到 心中有数 案卷都看完了吗 诶 读完了 那你 心中有数了吗 真是奇怪了 这案子分明是漏洞百出啊 都说 都说聂斯大人断案如神 可这么明显的漏洞 他怎么会视而不见 还会维持县府原判 究竟是聂斯大人徒有虚名 还是他心里另有隐忠呢 如果 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了 老夫为你去掉这后补两个字 那个时候你再谢我 我也乐意接受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办得砸了 那就难说了 恐怕连后补都当不成了 看来这本来就是一出戏 巡抚大人钦点我当这个调查母员 其实 只是让我扮演其中的一个丑角 可要不是刘西桐点破 我还几乎把假戏给演成真的 刘西桐啊 看来郑某 我真要感谢你指点离京啊 不是这样的情节 你不不可以吗 不是这样的情节 都不又不能够了 是几乎人家 你爹地多了 我爹地多了 你爹地多了 好我也爹地多了 无网无烂 西高啊 你去了这么些天 就访得这十二个字 是 大人 非职此行于行 不仅找到了证人钱保生 对他进行了秘密的访查 也多方听取了 当地百姓对此案的看法 也可以说 这十二个字的暗访报告 正是当地百姓的民生所向 现在啊 办什么事情都得顺乎民意 那么这个当地的民意 又是如何的 当地的百姓对此案的看法 几乎是重口一词啊 都对那杨奶奶和小白菜 通奸谋命 那是深恶痛绝呀 恨不得把他们早点送上断头台 你看这个杨奶武仪 这个小白菜 可是犯了重怒了 天怒人怨 天怒人怨的大人 哦 大人 卑职此行 还取得了一样证 大人请开 哦 这个物证我就先不忙着看 等到三四会审的时候 你再把它拿出来吧 哦 是是是 这件事情办得不错 多谢大人夸奖 不过有一句话 老夫可是不得不说在头里 大人请讲 你这个十二个字的暗访报告 可是关护着两条人命啊 既然你做出了这样一个调查报告 那你就得对这个结论 要负全部责任 明白吗 啊 卑职明白 明白就好 哎呀 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呀 今天刚一出门 一个教夫突然得了疾病 排不了教了 只得临时去找一个来顶替 这一来而去啊 贪污了半个多时辰 倒让忠诚大人再次久等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何大人不必客气 这涅斯凯大人 不是也还没来吗 你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吧 哦 哎 这个凯大人历来都是很守时的呀 今天这是 他不是病了吗 大概是病体未愈吧 哦 哦 哦 好好好 好呀 那咱们就等等 今天可是三思会神 终身定宴啊 缺了他涅斯大人 哈哈 大可不成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人 哦 来了 垮大人他走了 走了 到哪儿去了 哎 他去阎王那边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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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